小伙伴们注意看 在蛋仔岛上 当我们蛋仔手拿咸鱼棒打向怪兽时 巴尔坦星人这只小怪兽 它的血量就会减少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巴尔坦星人 它是一个大坏蛋 我们一定要消灭它们 错 大错特错 其实蛋仔岛上的巴尔塔星人 它是蛋仔的好朋友 它并不是坏蛋 你们以后不要再打巴尔坦星人了好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更新了 在蛋仔岛上出现了奥特曼和怪兽 在打架 如果你喜欢奥特曼和怪兽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奥特曼和怪兽打架挨揍的 却一直是巴尔坦星人 它一直在挨揍 从蛋仔岛的白天 一直被揍到了蛋仔岛的晚上 小伙伴们 你们看夜深了 蛋仔岛亮起了灯光 可是巴尔塔星人 它却还是一直 还在挨奥特曼和玩家的揍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天天被奥特曼和玩家 做的巴尔坦星人 真的不是怀蛋 是我们蛋仔的好朋友吗 今天我和学姐 在巴尔坦星人的语音包中 找到了答案 发现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小伙伴们仔细听 今天 轮到我来扮演怪兽了 所以说 阿尔坦星人 它其实并不是怪兽 它只是蛋仔岛上的 一个蛋仔假扮的 它也是我们蛋仔的一员啊 所以说 阿尔坦星人 它并不是怪兽 你们以后在蛋仔岛 不要再揍它了好吗